大家都说顺风局看逆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局逆风局 来看队友的战绩 两个1-5 总比分的话也是9-20 经济相差也快到了8000 这局拿什么赢 这一把一开局一分钟的和谐团战 我们就打炸了 这边老虎过来 我和马超是打了一波他的状态 但是对面支援的太快了 我看到亚斯拐了 我就直接往后走了 但是孤立无援的蓝 从人堆里想跑出来 但是牛头不想让 一个二伞顶到了我们 我这边也只好闪现拉开位置 但是蓝的话还是给对面给带走了 我们的打也掉了 对面直接入侵我们的野区 这个位置我是属实接不上 看一下老虎的位置 想1技能去卡一个视野 把他带走 但是他直接往回走了 阿里过来我也只能吹阿里 直接往后走 前期我们就直接炸开了 优势越来越小 劣势越来越大 5分钟下路再次炸开了锅 因为现权的原因 我支援是比对面慢很多的 但是这一波下来 我是终结了对面的老虎 二技能吹到 直接给他秒掉 拿到了320块钱 下路的兵线刚刚好要到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兵线推过去 把他给点掉 队友的话也是在持我们的中线 这一波我们也是赚的 回到中路 和他也补掉中路的兵线 然后和队友一起守一下 我们的红区 对面是有人在反的 但是这波我们四个人一起过来 他们已经插翅难逃了 直接把对面给抬走 看到这是不是觉得优势要打回来了 没有 因为后面的几波失误 让前面的每一波都功亏于愧 这里我是想去对面野区蹲人的 但是不知道 干将就在前面的槽里 一个大直接给我扎掉 然后我们的双边也全部倒下了 接着我复活来到中路 准备闪现去秒干将的 但是我的二技能没有吹到 但还好的话 我是和他一换一了 我是个终结 我还算不亏 接着我复活出来 还是一样来守住我的中路一塔 但是这一波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 就这个走位直接给干将乱剑扎死 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从一开始的优势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经济相差也是到了4000 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彷徨的时候 鼓起勇气 我们要逆风翻盘 向阳而生 寻找一切可以翻盘的机会 先把中路的兵线给清了 对面要压上路 但是通过小地图上看到阿里是在下路单带 说明阿里只有一个人 我们直接去红区蹲他 上路的话队友是可以守的 我们放心去蹲阿里 他过来的话我们直接给他秒掉 对面少一个人 我们再去上路 接上上路的这一步团战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站位 等着对面出现食物 牛头上来直接吹 配合队友直接给他抬走 对面少了两个人 我们等人出来是可以打一波的 我家的队友已经全部复活出来了 如果对面还想压我们的话 我们直接从侧边绕过去 我们先走到侧边 看一下对面的位置 我们再做出判断 对面的状态还不好 这个位置我们从侧边切入 对面绝对要炸 找好机会直接上 干将刚刚好把一技能给用了 我们直接从侧边大着急一闪上去 对面拿什么反应的过来 全部爆炸 来到16分钟 清掉这波兵线 我是想去红区蹲人的 旁边还有小野怪 我一开始还想刷 但是觉得旁边可能有人 然后突然看见干将 他果然是过来刷的野怪了 所以我就卡了一个视野直接给他秒掉 但是他的队友就在附近 我也是插翅难逃了 直接被对面抬走了 剩下的话就得看队友怎么去打了 果然是没有让我失望啊 还是打炸了 没人去管这个阿里 技能全去给亚瑟去了 张飞也是插翅难逃 被对面的双重减速 只能含恨倒地 离队友最短的复活时间 还有16秒 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所以我一定要坚持住 把面具给卖了 换个精神 做出最后的一波拼搏 我可不想这一局就这样结束了 拉三指看一下怎么打 先吹亚瑟 阿里从左边过来 我们往右边走 让他第一时间A不到我们 等着第二个一技能的CD 果断回头 点出精神 全部爆炸 打个游戏真的是能累死我啊 如果这条龙还不是我的 我当场能吐血 干将还想抢啊 我们从侧边切入 三一技能直接甩给他 他跑不掉的 直接给我坐下 终于到了翻盘的时候 这里直接吹两个 我们开大直接追进去 但是牛头还是有个闪现的 那我们这一波就在这里卡着 因为对面的干将要复活了 明确现在我们的目标 干将要复活了 我们就在这里卡着他 等他复活时间 直接甩他一个一技能 将其打残 牛头的话是清不了兵线的 那我们就继续去卡着 对面干将的位置 直接跑去全水眼卡着你 我看你敢不敢出来 你出来 我又将其打残 你又回去 我又等一个一技能回去 我再给你一个一二技能 直接给你风吹高高 点个机身我还死不掉 直接成功一波